台車變過一後的土火開始燒起來 當時的真正讓人覺得是相當恐怖 官告現場的小鳳堆 馬上扭起水散滅火 雖然火勢很快就直到控制 不過被救出來的台車輸起 全身已經讓大火燒到很嚴重 小鳳堆馬上將他送他去救 這時到便宜前已經沒有死命很兇 經過便宜全力唱歌 有完全個失望 經醫師初步檢視 他全身燒燙傷的面積達45% 那是判定為三度灼傷 經本願醫師極力搶救 很不幸的能肥天華術 這個頭腳掛一膠下去 兵車就好的台車 出事之前在路面上 掛出一道相當親的婚姿 可見當時頂民有多嚴陷 一位騎機車民眾經過以外地點時 要差一點就比四口的台車撞到 就過一家的這位民眾 輸後飛上騎要是嚇到屁屁屁 有沒有嚇到 當然有嚇到 生死一瞬間的感覺 我就看到這個車子已經失控了 整個往下 往下 已經往旁邊撞到了 這個樹旁邊 然後我當下看到我很緊張 因為我在騎嘛 我就剛好第一反應 我是往我的右邊倒 我就這樣子保護我的頭嘛 那個車子已經從我頭上這樣 就這樣咻過去了 就這樣飛過去的感覺 然後剛好沙子車就撞到旁邊那個石頭 然後又反彈到這邊 倒了之後就馬上熄火了嘛 對 倒了之後就馬上熄火了 這間以外發生在今天在台下9點20分 車子再到外面 由人愛向母街保羅 用保利方向行數 在111年紀人立這個路段 可能是失去控制 撞到路邊面貨以後 大鄉對面旁邊翻車 被農的面貨 為常破了一個大床 處處聽到聲音 走出來找看 比咱前的景象是插一大條 我聽到這樣 很大聲 我就是快點走出來 走出來的時候還沒倒火 一時而已就倒火了 我好恐怖 怕到 都開太近了 上面那台車車也開近了 都對人家的家 很恐怖 這個撞車到這裡都沒什麼動 每次都兩次了 經方調查 懷疑是撞車經過這個 廣紀里的路程路段 可能因為撞車是010發生事故 目前這裡真一步了解 這間以外發生的真正原因 依照王朝聖蔡宏報道